欢迎回来我们的时间 我们今天谈到了疫情的分析 那么我们也知道 有的人感染了新冠 那么有人是感冒流感 其实是很难分别的 我们想请问一下 江医师您认为吃药 是真的是不需要的吗 那么到底有多少的数据 可以表明这个疫苗的重要 重复染疫的几率是有多少 那么当人们再次感染的时候 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又有多大呢 好 江医师 OK 谈论新冠 新冠我们经历了三年多 我也对于新冠的科普 进行了三年多 很多人就是一直说疫苗无效 因为他们脑子里面 一直有一个概念 就是新冠这个疫苗 打了之后就永远不会被感染了 这个并不是疫苗的目的 也并不是疫苗 刚开始生产的 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的目标 我们只是为了降低死亡率 因为大家也知道 在2020年刚刚开始的时候 死亡人数是很高的 大家都是很害怕的 所以这个疫苗最主要的目的是 降低死亡率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疫苗达到了它的效果 因为我们要看到 在2022年的时候 就是在奥米克戎进过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感染的人数很多 但是由于新冠死亡的人数 却低于前面几波 这里面我无得不说 有很大一部分是疫苗的功劳 所以这个疫苗的注射 有效无效 我先希望大家不要单纯的 看自己有没有被感染 因为经常听说过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打了这么多疫苗 我照样被感染了 但是你要想到 你被感染了 你有没有被重症 你活下来了没有 你有没有很严重的 长新冠的情况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是不是要问一下自己 这是不是疫苗 在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很多人说我年轻 我无所谓 我不打 就感染一次 反正我感染过一次 我感染过两次 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我令你不打 好 这就是我前天收到的一个消息 我非常沉痛 因为这是我的微信里面的一个朋友 33岁 很年轻 很健康 感染了新冠 他也是一个坚强的 不注射疫苗的一个人物 他感染过一次没问题 但是在一个月 半个月之前 他又被感染了 他感染了之后 不幸前天 他将能告诉我 他不幸去世了 具体的原因 他不清楚 但是家里的人认为 应该和新冠有关 因为这次他感染了新冠之后 剧烈的咳嗽 他又不愿意用药 又不愿意去医院 认为自己就扛得过来 可惜扛不过来 一个33岁的男子 所以说 从很多 从医护人员来说的话 我相信我和王医生的看法一样 就是说我们让你们打疫苗 并不是我和黄医师两个人有什么回口 或者拿到更多钱 并不是这回事情 最主要的我们关心每一个人的健康 虽然说可能90%的人不打疫苗 也可以好好地活着 或者只有一些 比较轻度的长新冠 但是我们的眼中是每一个人 那多下来的10% 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他们 因为感染了新冠 而变成长新冠 而变而去世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医护人员 我们的 所做的所有的努力 都是想降低 新冠对整个人身体的伤害 以降低死亡率 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说 不要被很多那种自媒体里面 因为自媒体里面 很多人并不是医护工作者 他们随便的就可以说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从一个医护角度来看的话 你们要不要忘记 当我们入这一行的时候 我和黄医师都 under oath 就是我们发誓 要照顾好你们的身体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强烈推荐 要打疫苗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好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健康 非常理解 谢谢江医师的呼吁 那么黄医师你怎么看呢 这个新版的新冠疫苗就要面试了 那你们怎么样呼吁民众要来接种疫苗呢 如果完全同意江博士的说法 所以对我就说一下 BC省的情况 我再重处一下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下个礼拜 应该就可以在各个诊所药房 开始注射 本年度的流感疫苗 和新版的新冠疫苗 所以我呢强烈呼吁大家积极注射 还有呢就很多家长 对于给不给小朋友注射相当的犹豫 我也在重处一下江博士刚刚讲的 就是说可能绝大部分小朋友 感染新冠流感没有问题 但是极少数出问题的实在是觉得太可惜了 所以请各位家长们也积极给小朋友们注射 那Felix刚才也说过 就其实我们市面上 不需要主帮的大部分的感冒药 其实对感染没有任何帮助 甚至有很多负责用 所以与其说 生病之后去吃一大堆感冒药 那远远不如说防患于未然 再提前注射疫苗 谢谢各位 王毅师我们再补充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想要了解 就是说感染之后呢 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长期来说 每个人不一样 就像我讲的 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可能100个里边90个没有任何后遗症 可能9个的话呢 可能就是大概一两个月 感觉咳嗽不舒服 但是可能有一个会有长期的后遗症 如果是说他没有健康吸油 没有出问题的话 但他可能会有身体上 会受到这个病毒严想 会有长期的后遗症 所以我们所谓的就是新冠后遗症 所以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所以新冠对它的冲击影响也是不一样 非常理解 谢谢 谢谢王医师的专业的建议 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 其实中国还有研发两种不同的疫苗 一种是吸入式的 一种是鼻喷式的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 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两款不同的效果又如何呢 有趣点是什么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首先就是说 根据医疗的立场 各位医生都在想 我就说了 那么直接注射是在我们的肌肉跟血液之下 那不管它的药用性是怎么样 绝对是直接吸收 你用喷剂的 经过呼吸道的 或者是药吃下去肚子里的 要经过消化道的 所有的药物 就算药剂量是一样的 吸收率跟功用 绝对不比你直接注射来的好 所以呢 就像医生说的 最好的方法 能预防各种疾病 新冠或者治愈的药物呢 最好是注射的 好过你是用喷剂的 或者是药用性的使用 那么 中国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两样三地嘛 就谈一谈 在中国的立场上 因为面子理质的关系 而又因为这个mRNA 包括辉瑞末等到的这个 预防针呢 这个 预防疫苗呢 都是由欧美国家研发的 所以基于面子跟理质 中国一定要研发自己 要不管是注射的 还是实用的 还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喷剂等等 那么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呢 因为各位观众可能你是 会往返这个 这个中国跟加拿大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个人呢 建议你还是能够 能够注射或者使用 这个所谓mRNA 就是灰瑞末末末 这个疫苗最有效的 非常谢谢 谢谢刘先分析 好那么 谢教授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里来到了秋冬季节 又是接种疫苗的季节 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呼吁 那么如何自我保健是最好的 谢教授 好的 反正我想说的就是 新冠疫情呢 目前还在这儿 这个打疫苗呢 目前来说 还是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加拿大 得天独厚 政府都已经替我们准备好了 这些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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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觉得 可以打的话 多打 因为我觉得从整体 社会来说 多多的人打 那对于我们这种 这种安全的保障 就会更高 更好 这个 有的人甚至于说 对于新冠疫情 这样的事情 一文不善 是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 这个政府 其实干嘛 要那么 那么啰里啰嗦 为什么不就强制执行 也好 有一个 统技术就讲说 其实 这种 这种最强势的 mandaid的 其实在这种方法 有些国家都在做了 就是说 假如你不打的话 罚钱 罚款 罚得很重 结果呢 结果这个反弹 跟反效果 反而是更强 拒绝打的人 反而更多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里面 对于这个 大家为什么需要 去打这个疫苗 新冠疫苗也好 或者服务疫苗也好 其实真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 我们大家的健康 和我们社会的一个平和 所以我觉得大家 要有一种 比较正面的心态 去 去 接受它 有一些担心 有一些 有一些 顾虑 我觉得是正常的 那就是多 多听一些 这个 这个 专家的一些 讲法 而且自己也 自己稍微观察一下 自己周围的人 是不是有这种新冠疫情的这种现象 假如有保护自己 这最直接的也是 现在还是打这个疫苗 因为政府已经提供了 为什么不去好好地享受这一份福利呢 好的 谢谢 非常理解 谢谢 谢谢教授的分析 我想新冠呢 它是不会永远消失的话 很多民众都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疫苗 还有更好的药物 来保护自己和家人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非常谢谢来自 每家两地的专家 以及我们的嘉宾 我们一起分析和讨论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下周五同一时间 两岸三地 加过情 再会 下周五同一时间